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可可早餐节目 今天呢我们七点半到八点 听众朋友你也好要看电影吗 这个电影叫做我想去看婚礼的那一天 哎呀我也想去呢 这个有过婚礼的跟没过婚礼的 还有向往婚礼的已经 这个有好几次婚礼又想再一次婚礼的人都可以去看 我想去看婚礼的那一天 我们今天要送电影票给大家哦 来我们节目做美丽的圣诞小公主的是林楚音小姐 她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就是 在韩国的寒流当中的初恋热潮 而这个娇小的女演员 她不到160公分普宝英 她是怎么样红起来的 各位在台湾呢 有非常多这个娇小玲珑的女性啊 在160公分以下啊 那可是呢 在有一阵子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认为苗条鼠女应该超过160公分 特别是在我年轻时代的时候呢 空中小姐那个时候的行业啊 她因为可以出国观光嘛 然后这个制服非常的优雅漂亮 所以对很多年轻的女性来讲 她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工作 而且好像也代表着很崇高的社会地位 非常这个有阶级的荣耀感跟这个虚滑感 所以很多的年轻女孩都喜欢去考这个所谓的空中小姐 可是呢 空中小姐居然规定要160公分以上 我不晓得那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身高骑士这样的一个说法 总而言之 像我们这种不到160公分的人 一生下来到了大学的时候 就被一个工作就被切割了 那现在恐怕公开 他们还不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了 可是之后呢 我们曾经讨论过 为什么空中小姐要160公分 他们说啊 因为这个工作比较辛苦啊 之后我坐了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 才发现对了 你要160公分了 要不然你的乘客 拜托你把那个行李放在这个行李架上面呢 恐怕你都够不到 因为呢 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呢 都要拜托我旁边的空中小姐 或是拜托旁边的乘客 特别是找一个男乘客 男乘客通常呢 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有一次我从中国大陆的郑州吧 坐飞机到上海 然后再从上海坐飞机回到台北嘛 那因为我赶飞机赶到最后一刻 才上来 而且他的飞机那个是 应该是东方航空还是南方航空的飞机 所以他比较旧啊 那也比较急 那我因为我没有办法check in了 我就只好用手提着上 把我的行李手带上去 结果呢 我说中间的位置 然后旁边那个位置呢 最外面的位置啊 就是一个外国人 那我当然就在飞机上的一刻啊 这个 这个 要要要 就弄不上去 结果这个外国人还挺好心的 好像是我跟他说 你帮我一个忙 结果他帮我一送上去 你咋想一句什么吗 他说 啊那么这种 你这里面有尸体吗 结束了 我就说 他讲英文 我又讲英文说 我说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玩 但我是想说 人家帮了你的忙 跟他帮你忙 他要讲这种鬼话连辟 而且是坐飞机 后来呢 我们俩好像和好了 在飞机的过程里面 就在聊天 那我大概觉得不太好意思 就聊天 我经常因为这样子在 也就是说 你在160公分以下的 娇小的体型 你有很多的优势 你的优势怎么发挥呢 我们要从 林楚英今天的这篇文章 跟这部电影 我想去看婚礼的那一天 五名听众朋友 一个人有两张 可以去看这个 寒流初恋热潮的电影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那普宝英 他是怎么样 创造了他自己的 这个影艺生涯 而他才158公分 158公分的 这个女演员 怎么可以跟 187公分的男演员 来配戏呢 158公分的 这个女演员 他怎么样让自己的装扮呢 在比例上面 在吸引力上面 跟大家一般所说的 model身材呢 同样具有这个 影视光环跟明星的魅力呢 这一点 同样是160公分以下的 这个林楚英 要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呢 所以今天的节目 很欢喜 这个 等一下 大家要上我们的直播 再来脸书 来看一看 然后同事呢 写下你的 这个心得 然后我们就会透过 非常公正的网络的 抽签的机制呢 来送给您 还好 今天呢 8点到9点 我们要看台中的选情啊 今天有一家报纸啊 做出来的选情啊 卢秀燕居然是34% 林嘉隆 33% 卢秀燕的阵营呢 闹出了一个 祭拜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风暴之后呢 又来了一个民调 那到底台中呢 国民党的选情是怎么打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周数呢 我们今天本来也请了 卢秀燕女士的阵营呢 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一起谈那个假民调的指控 以及祭拜的风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张廖万坚 以及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陈世凯 今天会在节目里面 顺便也要分析一下 这个所谓的一波一波的民调战 那林嘉隆的阵营认为 这是一个假民调的战争 那假民调最后呢 还是会用选票来证明的 那如果选票证明是假的呢 输得一大糊涂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呢 恐怕这个非常的 这个需要能够多多的来理解 好 在昨天呢 酷克登台啊 穿了蓝色的衬衫 卡机裤的颜色 而且穿的是球鞋嘛 iPhone的XR XS XS Max 新手机 已经登场了 最贵的就是XS Max 虽然拥有最大的6.5寸OLED的荧幕 但是最多有512GB的容量 可是在台湾的售价是52,900元 最贵的iPhone 引爆了民众的哀嚎 买不起 那苹果的官网部分的通路 今天已经开放预购XS系列 中华电信昨天宣布 每个月缴1399元 榜约24个月 大家就换新方案 XS64GB 是新机 是0元 可是它的功能 到底是有多了不起 它有很大的亮点 那这个亮点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颜色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多 它有时尚最快的轻便 时尚最大的荧幕 后置调整景深 然后呢 它有这个颜色有比较多 有包括红的黄的白的珊瑚的 黑色的蓝色的等六种 那官网的这个iPhoneX 已经下架了 iPhoneX下架这个是退位 而且iPhone6S也退位 那iPhone7呢 跟iPhone8已经宣布双双降价 那而且呢 现在呢 Apple Watch也可以测心电图啊 那这个当然高价的手机啊 我们现在看到除了 iPhoneXS的Mac 6.5寸 三星的Galaxy Note 49是6.4寸 那ASUS的这个ROG Phone是6寸 LG的G7 Plus ThinQ是6.1寸 那OPPO的Find X是6.42寸 所以呢 是最大的就是现在的iPhoneXS Max 如果你问我的话 当然因为iPhone这个XS的这个Max 萤幕比较大 我觉得是比较有吸引力啊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外面啊 其实我的办公室是我的手机呢 这个用手机啊 这个网络上面跟我们的所有的成员呢 来联系啊 这个不管是我的放言的的网络的媒体 或是我们的空空早餐的电台 或者是晚上上节目 或者是跟外界跑新闻啊 沟通啊 做一些重要的业务啊 这个等等啊 那当然全部都是透过手机啊 你因为你不可能带这个电脑到处跑嘛 那所以手机的啊 这个啊 它的萤幕的大小当然也很重要了 因为都在手机上写东西了 好 我今天晚上去问问看 这个我的那个手机公司 iPhoneXS Max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这是一个付出的代价 但是它真的蛮贵的耶 好 好 这个昨天台北市政府呢 卸了这个个资有百万个 这个是很奇怪的 这个民众啊 是投诉说 负责建制台北市公共 卫生资讯管理系统的委外业者 涉嫌在网络平台安插后门 植入木马病毒 市民各自遭到外泄贩售 那台北市卫生局证实上月底资讯局 在检核的时候发现有骇客进入 已经紧急启动调查 检调也介入调查当中 各自外泄数量人在清查 台北市议员痛批 治安问题不断发生 市府应该惩处检讨 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政府啊 这个的现任的市长 不是网络的这个皇帝吗 他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实在还蛮啊 这个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啊 那也很替他觉得有点小小的羞耻呢 那这个网络的各自外泄 而且是在台北市哈 这个呃 在网络上面不是有非常多网军吗 嗯 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我没有尝试啦 我只是跟他说我资安的问题 而且发生那么久了 自己都不赶快来处理哈 还要被人家啊 这个啊 来啊 这个呛下 好 昨天呢 在政坛当然 张天青事件啊 持续的发酵当中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案呢 嗯 最重要的还是 蔡英文总统 的民进党的中央高层们呢 你们对促转会的功能 究竟要怎么样的定位 促转会啊 他其实可以加害者跟被害者的真相同时调查 但是第一个当然是要调查真相 调查真相当然不是在做复仇 可是呢 对于加害的人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 这是一个必然的 加害的人必须被公布的 否则的话将来历史会重演 那据说黄黄雄是比较属于 对于这个被害人多所这个补助的一个和解派 而刚刚去指的张天青认为应该有真相 所以他要有除购法的建立 除购法当然就是人事清查制度 什么叫除购呢 购是这个就把过去在不正义的 这个恐怖时期 欺压人权的事件的当事人要清查 我觉得当事人清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在台湾的一个很这个被国民党 或者是被专权统治者所这个洗脑的一个时代 很多人其实不太相信 这个国民党所犯下的那些 那些不正义的事 所以你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多年来你没有加害的人 出现在法庭上面吗 那你一旦没有加害的人出现在法庭上面 当然难免会被人家认为说 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要找出这个个案 当事人让当事人受到审判 那受到这个 这个 他的对应有的事情 他做过的这些事情 他应该要攻出真相 所以才能够让这个 所有的不正义的事情 付诸 这个阳光之下被照样 才可以这个以史为鉴 后人才不至于做相同类似的事啊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除够法跟和解 是可以同时并进的啊 嗯 但是现在必须蔡英文总统 你在领导这个 促进转型委员会上面 你自己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态度啊 那蔡总统如果并不了解这个状况 或是还没有警觉到这件事情 他的急迫性的话 那总统府身边的幕僚们 你们也要帮忙来提醒啊 这个事情的关键在这里啊 至于张天青 他个人犯下了那样的错误 张天青就自己付代价嘛 他就他就活该倒霉嘛 那谁叫他干那样的事情 很多人昨天有些人还在同情他 平常心想我是不同情他的 就算他是被自己人给这个陷害 那嗯 那也就是 那你为什么会干这事呢 对不对 好 福根琴应该入狱哈 至于柯文哲的器官移植问题 我个人判断 事情 会大条哦 我个人生了 我个人生了 冲 我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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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